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关口就是皮肤 那么这么一道重要的防线 由谁来管辖呢 内经认为肺主身之皮毛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 然而人体的这个肺脏宰相却是个例外 他不但撑不了船 而且动不动就生病就罢工 因此有的中医人士把肺称为焦滴滴的肺 认为它是焦葬 那么为什么肺就成了焦葬呢 北京中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扬生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第一部支 焦滴滴的肺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说我们人体最表层 也就是最外层就是皮肤 外界有什么事情 可能都会影响着皮肤 而这皮肤由谁所主 在《黄帝内经》当中认为呢 皮肤是由肺所主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就首先谈一谈 人的第一道房间 皮肤 也就是肺主皮毛 有这么一句成语 叫冷暖自治 也就是说 无论是冷还是热还是疼控 最先好像感觉到的都是皮肤 许多人都起过鸡皮疙瘩 说当一阵冷风吹过来 或天气突然变冷 或感觉到害怕的时候 身上都怎么样呢 打一阵寒颤 打一阵寒颤以后呢 皮肤上都起了一些鸡皮疙瘩 这实际上呢 就是肌肉皮肤通过颤度 来产生热量 使人体的体温呢 保持一个正常 那么在热的环境里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可能人体呢 要出许多汗 也是通过发汗排汗 来保持人体的体温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人体呀 它这个皮肤 是最先感受到外界这些情况的 我们说呀 黄帝内经认为 说人体得病 是由于外界的致病因素 侵犯到了皮肤进而产生了疾病 也就是说风雨寒暑造尸火等等 侵犯人体来得病 因此在内经当中呢 有这么一段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 是故吸血之众人也 是于皮肤 皮肤缓则凑理开 凑理开则血从皮毛入 故人得病 这是什么意思呀 虚血侵犯人体 这个虚血实际上 就是指外界的致病因素 侵犯人体 从哪儿侵犯人体呢 它是从皮肤 当我们皮肤啊 汗孔打开以后 血气就会从皮肤的汗孔 侵犯人体 直至侵犯人体的深处 所以内经当中 又有这样一段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善致者致皮毛 其次致肌腑 其次致筋脉 其次致六腑 其次致五脏 致五脏者半死半生命 什么意思 也就是高明的医生 善于这些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的医生 在什么时候就进行治疗呢 在邪气刚刚侵犯皮肤的时候 就去进行治疗 这样有利于把病情 截留在早期 不使得它有表 入理 有浅 入身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们得病 也就是说 人体预防疾病 或感受疾病 第一关口 就是皮肤 那么这么一道重要的防线 内经讲是由谁来主啊 由谁来管辖呢 内经认为 肺主身之皮毛 那么在苏文武藏生成天当中 又讲 肺之和皮也 其容毛也 其实都是讲这么一个问题 把肺 把皮毛归属于肺 那么肺为什么能主皮毛呢 实际上在这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我们上集当中已经说了 肺主宣发 把这些水骨精微物质 把我们呼吸进来的清气 都怎么样呢 散发到全身直至皮毛 因此皮毛受谁来滋养 受肺来滋养 同时呢 肺所滋养 皮毛的这些东西 还可以控制着我们皮肤的汉孔 调节着汉孔的开与合 所以讲肺和皮毛 另外一个方面 实际上就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 因为古人观察呀 说人一得病啊 说我们这个身体一发冷 一起鸡皮疙瘩 可能有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产生一个发热 咳嗽 嗓子怎么样呢 嗓子疼 这是什么呢 这是邪气 有浅 有皮毛 就侵犯到了谁 侵犯到了肺了 那么肺的呼吸 咳嗽了吗 就产生异常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临床观察 所以古人就认为呀 这个肺跟皮毛 他们俩人的亲和力特别强 关系特别紧密 于是乎就有肺和皮毛的 这样的理论了 其实我要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感冒了 感冒啊 很多人都得过 应该说是一种常见病 多发病 其实啊 这个感冒的这个症状啊 是多种多样的 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鼻子堵 哎 留点鼻子 这个嗓子呢 痒痒 咳嗽 身上呢怎么样 怕冷 怕风 可能进一步发展呢 可能就有点怎么样 发烧了 哎 咳嗽可能也加重了 再进而呢 有的可能 咳嗽子就开始疼了 那么中医就认为 这个感冒 是皮肤 斜从皮肤而入 但病胃主要是在哪呢 主要是在肺 和我们的皮毛 那么对于这样的病 怎么去治疗呢 内经当中说的也很明确 叫做什么呢 其在皮者 汗而发之 也就是说 病胃比较表浅 在我们皮肤的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 阴势力倒 使它从皮肤发汗 把血气给去除出去 也就可以了 可能许多人 有这样的经验 说经过风 经过雨以后 身上比较凉 可能就要喝点什么呀 喝点姜汤水 你看喝这个姜汤水 这个生姜呢 本身就是一种新闻制品 哎 喝点生姜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发发汗 心煮散吗 这是皇帝内经当中的观点 而且呢 它不仅发散 而且心还可以入谁呀 入肺 可以使肺气怎么样呢 宣发 增加这种宣发 使邪气 从身体 跑向体外的这么一种力量 说到这儿 可能我要提一句 中医这致病啊 有它的特点 你看啊 它很少时候说 邪气侵犯到人体了 我们把邪气啊 给摁住 给它消灭掉 它很少这样说 它强调一个什么 邪气从体外来的 那么我们治疗这个疾病 怎么办呢 就要一方面打开这种通道 让邪气呢 出去 把道路给打开 另一方面呢 就要用一些药品 鼓动这个气怎么样呢 从体外出去 所以我说这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是打开道 不要给它避塞了 是让它出去 另一方面呢 用点药呢 鼓动它出去 所以你看 中医当中 非常强调治病 要用汗 吐 吓 这样的方法 你看发散的方法 使人呕吐的方法 另外泄泄的方法 这都是把道路怎么样呢 给打开 我刚才说的这个感冒 说用点生姜汤 实际上也是这意思吗 一方面 是要发发汗 给它打开通道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什么呀 宣发宣发 废气 鼓动邪气 外出 那邪气从人体当中 一散出 这边也就好了吗 人的生命 离不开两样东西 一是空气 二是食物 肺的作用 恰恰就是 主人体的呼吸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肺不但影响人体的呼吸 它还和大肠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肺在上 而大肠在下 这两者又会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说到这儿 有人就说了 说你刚才刚讲的 这个皮肤 怎么一下转弯 就转到大肠去了 这跨度有点太大了 实际上我 跟你说说这里的关系 我们说皮肤啊 一个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一种防御的作用 皮肤在除了这个防御的作用之外啊 许多爱美之人可能也都要注意 说我们人长得漂亮不漂亮 很多都看谁呀 都看我们的皮肤怎么样 我们说这人啊 美若天心 我花容月貌吧 花容月貌 你得配上 腐如凝脂 你才 才是一种什么呢 我们称作叫 美若天心 这人才真正的是 好看 漂亮 可是啊 那个皮肤的好坏 跟谁就有关系了呢 就跟我们的大便有关系了 在临床上啊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人 一看皮肤是比较粗糙 色素又沉着 长了很多斑 有的人呢 还怎么样呢 还满脸的错闯 这样的人 你一问 大多都伴有大便 密节 或者是大便 不调整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啊 生命离不开两样东西 一样就是空气 另一样就是我们吃的这些食物 而这些空气也好 空气吸收进来的什么呀 氢气我们利用了 那些浊气呢 我们要呼吸掉 排掉 如果排不掉 存在人体之内就成肺物了 就成毒物了 食物也是一样 精华部分被我们吸收 而那些糟糊 怎么样呢 就得排出体外 而在我们人体当中啊 把空气当中的肺物排出去的器官 就是肺 那么把食物排出去的器官 主要就靠谁啊 主要就靠大肠 所以内经又有一个重要的理论 叫做什么呀 肺与大肠 相标理 我们说啊 一个在上 肺是在上 一个在下 大肠在下 这两个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它怎么就形成表理团结呢 让人不可理解 可这确实是内经理论呀 内经当中讲啊 说一个葬配有一个斧 其中这个肺葬配的就是谁啊 就是大肠斧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一个原因 是由于他们的经脉相连 在内经当中啊 他讲啊 叫做什么呀 肺守太阴经 起于宗教下落大肠 还寻肺口 上格鼠肺 也就是说 把大肠经和肺经 直接的联一起来 他们俩是表理经脉 第二个原因 我们都说肺主宣疆吗 肺宣发把营养物质 把筋液发散到全身各地 直至大肠 所以大肠的一些营养啊 有些东西也是要靠肺的宣发而来的 另外肺的宿疆作用呢 又可以促使大肠怎么样呢 向下去传导 所以一些粪便才能从我们的下窍 排出题吧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三个原因 我刚才提到了 中医的许多理论 内经许多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 在临床上把古人观察到啊 有些得肺炎的病人 肺热的病人 你看啊 满脸怎么样呢 红尺 口气又比较什么 热 粗 而且还有点口气 嗓子又疼 又咳嗽 也就是说一派肺热症状 这样的病人 往往肩有大便不痛 而你真正的用药使大便通畅了 怎么样呢 肺的这些症状就改善了 所以古人讲啊 从那实践当中得出来的 说的 这个怎么上胶的这个肺 跟下边的这个大肠 二者关系特别密切 刚才我说啊 你像那些肺热的病人 我们真正用用通便药以后 他肺热情况又能解决 所以把肺跟大肠联系到了一起 成为表里关系 也正是这个原因 我们要想美容 要想皮肤好 你要考虑考虑 不仅我们要调调肺 而且要注意注意 你的大便是否通畅 正是由于 外血侵犯人体的第一关口 是个皮肤 很容易造成人体得病 人体伤害 那也就说 很容易造成肺有疾病 那也就说 日常生活当中 肺的疾病就显得偏多了一点 所以把肺称为什么了 称为胶脏 因为它容易得病 其实这里啊 还有一个原因 也可以说 肺容易得病 这就说到谁呢 这就说到我们 今天说的第三个问题 肺开窍于鼻 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由于醉意受外血侵袭 进而影响肺 所以显得肺得病的机会较多 因此肺称之为胶脏 但是也有人说 肺的呼吸是靠鼻翘 鼻翘和呼吸密切相连 随时遭受着外界空气的侵袭 所以肺才被称为胶脏 鼻子一旦呼吸不顺畅了 就会影响到肺 那么肺和鼻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人体的五官由我们五脏所主 其中肺脏主谁呢 主鼻翘 而我们这个鼻翘 大家都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是呼吸用的 接触外界的什么呀 空气 我们有时说呀 说人的吃喝你可以选择 可以有时有会儿 是不是啊 说这我不想吃我可以不吃 那个愿意吃我可以多吃 你说我一上午我不吃点东西行不行 可以 可以有时有会儿可以选择 你再想想我们的呼吸 你能选择吗 你能说我一停 停半天我不呼吸了 不可能 你说你选择 大气就是这样 你能选择哪儿去 所以我们的呼吸 是跟我们这个环境 跟我们的空气 是同步的 那么空气质量如何 就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呼吸 通过鼻翘 可能就进入到我们的肺 那么我们就是说了 空气质量是好是坏 当气候变化了 当空气质量变差了 当空气当中风寒鼠尸 造火成分增加了 可能就要通过我们的鼻翘 进入我们肺 从而使我们肺产生 并变 因此这也是肺容易并变 或者说肺病多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说到这儿 你可能也就理解了 肺为交赃 肺真是交赃吗 其实不应该说它是交赃 只能说是肺病容易多见 为什么容易多见呢 原因我刚才讲 一个是皮肤 一个是我们的什么呀 鼻翘 在内经当中认为啊 说这个鼻翘跟肺关系 确实是密切 我们说丈夫主五官 在丈夫主五官当中 可能鼻翘跟肺的关系 最能够体现一个同呼吸 顾命运了 内经当中讲 说肺气同一鼻 肺和则鼻能之相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鼻 它的功能 它的后勤是谁呀 主放是谁呀 是肺 肺把精气可以输送到鼻 使我们鼻具有它的功能 而且能闻到一些味觉 也就是说嗅觉就比较灵敏 否则嗅觉就不灵敏了 其实啊 这个鼻腔啊 对我们这个肺 也有保护作用 我们都知道 说空气呀 通过我们的鼻腔 可以改变它的湿度啊 改变它的温度啊 空气当中的质量 如果稍差一点 我们鼻内呢 可以通过它的切毛啊 可以通过那些鼻涕啊 把那些空气当中的杂质 附着 不让它进入肺 这样呢 从而达到 保护肺脏的作用 当然了 如果是外邪 侵犯人体 那就通过鼻腔 也可以进到肺 使肺产生伤害 像我们一般所说的 这些传染病啊 尤其是飞沫传染病 空气当中有传染源的 那可能就容易使肺 产生一些病变 那么当鼻腔 有些病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肺来论治 你像一些鼻腮啊 流涕啊 鼻子发干呀 嗅觉不灵敏了 等等 我们都可以从肺来论治 这里呢 我先说一个 流鼻涕 实际上这个症状也非常强劲 非常常见 很多人都流过鼻涕 而且不止一次两次 尤其是那感冒初期 可能首先遇到的 就是什么呀 鼻子发毒 进而清鼻涕 再以后可能过几天 变为黄鼻涕等等 当然这个时候 你通过宣肺的方法 感冒治好了 你这个鼻腔的这些症状 可能也就好了 但是有些人呀 可能是不行 哎 这鼻涕比较多 老有 这就形成什么了 我们所说的 鼻炎 前一段啊 我有一个朋友 家里带着一个 带着一个小孩 找我来看病 有一个什么症状啊 说有半年了 每天一早晨起来以后啊 就打喷嚏 一打打喷嚏 就七八个十来个 然后就鼻涕哈喇的 全是一些青鼻涕 时间挺长 也好不了 然后还添了一个 什么毛病呢 添了一个 哎 揉鼻子 鼻子哑咽啊 揉鼻子 揉眼睛 最后把这个眼睛和鼻子 都揉得红红的 刚开始啊 就吃这些感冒药 不好 没有效果 后来呢 又发展成什么呢 说晚上的时候 咳嗽 喘 又能搞好一阵 于是乎 又按 这口语员来治 又输液 又吃抗生素 还是没效 最后找我们来看 我们一看啊 这个似乎就相当于西医所说的过敏性的鼻炎 那他怎么去治的呀 实际上还是我们中医所说的 废住鼻吗 是废气不足 废气不顾 导致鼻腔出现了一些问题 古代有一本著名的医案 叫名医类案 名医类案上的也载了这样的病例 说有一患者呀 老流鼻涕流了三年了 怎么治都没效 后来找到一个名医 这位名医呢 就给他开张小峰 实际上就是这么几个药 心仪 苍儿子 这个薄荷 还加上白纸 就这么四味小药 用了一段时间 这个鼻涕怎么样呢 慢慢也就没了 这个鼻腔痒也就消失了 把病就给治好了 实际上这几味药 也是入肺境 靠的是什么呀 喧发肺气 鼓舞肺气怎么样呢 倒打鼻腔 来治愈的 当然了 我在这里说啊 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你还得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因为中医也需要辩证论治 不是一概而论的 尤其有些病人 可能面色还是黄白的 四肢怎么样呢 还是怕冷的 身上也乌寒 这样的病人 可能就是个阳虚的病人 就要从阳虚的角度 来提高它自身免疫力 来去寄生治疗 另外一个 我们说肺主鼻 还有一个东西就跟鼻 是有密切关系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打喷嚏 很多人都打过喷嚏 其实打喷嚏 在中医当中来讲 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是说明外邪侵犯人体了 他拉一个警报 告你了 有外邪来了 你要注意了 第二个作用 内经当中讲 打喷嚏 叫什么呢 叫阳气合力 满鱼心 出鱼鼻 这是什么意思 打喷嚏 这是阳气合力的表现 阳气合力要干嘛 要把这个外邪 给驱除出去 这么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讲 打喷嚏 说明一个什么 说明人体 有这种正气 可以驱除外邪 所以打喷嚏 实际上又是属于 感冒的一个 最早的 初期的表现 也是病情 比较浅显的 这个阶段 这个表现 也是我们正气 还有力量 驱除外邪的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出现打喷嚏 我们就要注意了 要不然你就要保保暖 要不然你就要吃一点药物 去进行预防 要抓紧时间 去进行治疗 说到这儿 可能大家已经理解 也就是说我前面所说的 肺为胶脏 不要理解为是真正的 胶滴滴的这种肺 而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肺病很容易 见荡 人很容易得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焦躁 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每到秋天 人们就会多吃一些 防秋躁的食物 多喝一些润肺的里水 那么人们这样做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皇帝内经》中 如何论述 肺脏和时令的关系呢 秋天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农历的七八九 这几个月份都属于秋季 秋季呢 那秋风一挂 属湿之气怎么样呢 一扫而过 那么秋季呢 我们也都知道 水分呢 可能也就偏的少了一点 凉气呢 就多了一点 中医讲什么呀 秋天呀 是阴气开始旺盛 阳气开始减少这么一个季节 当然了水分也少了 所以你看啊 秋天树枝也枯了 树叶可能也就掉了 那么就人体来讲呢 可能有的就产生一些什么呀 嗓子痒痒呀 口舌干燥 嗓子也干 皮肤怎么样呢 也干燥 有的呢 还产生骚痒 大便呢 也有点逆劫了 一些干燥的症状就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些燥症 对于这些 这些干燥的病症 中医讲是属于什么呀 也是属于肺呀 那怎么去预防去治疗呢 很多有清烟的人呀 采取这么一个方法 说那经液既然减少了 又这么干燥 那么我们多用点怎么样呢 含有经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说我们呀 多喝点水 我们呢 怎么样呢 多吃点这些梨 有的呢 还在汤里搁一些 买冬啦 添冬啦 杀身啦 这些东西 来使我们的经验 人体经验 多一些 这样的方法 对有的人管用 对有的人呢 可能还不太管用 因为对于这些 早对于秋的这个主器呀 内经还有另外一种认识 内经认为呀 这个秋啊 是属于谁呀 肺 肺属于什么呀 金 金呀 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金气是下降的嘛 所以我们讲 左升右降嘛 右是降的 肺是主右的嘛 金气下降 下降以后 你看这金也不散嘛 所以我在这里 也说一现象 你看秋天到了 我们树枝枯了 树叶掉了 你说是干枯了 缺水了 这个时候你滴了几桶水 你给树浇一浇 那个树枝能绿吗 树叶能长吗 长不了 也就是说 它的本质并不是说水少了 而是金业水不散不上去了 那么怎么办呢 那你是不是就要考虑考虑 我们用点使金业能够不散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中医在这里又提出一个制造的办法 也就是要宣发废弃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苏叶了 像杰梗了 像钱胡了 杏仁了 这一些药片 来使废弃宣发出来 可能你那个灶就能够解决了 那么具体在秋天 我们怎么能够对我们的起居生活呀 对我们的这个行为呀 我们的情志啊 应该怎么去保养呢 内经在这方面呢 有一段比较著名的论断 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秋三月 此为荣平 天气已急 地气已明 早卧早起 雨季聚兴 使之安宁 一幻秋行 收敛神器 使秋气平 无外其至 使废气庆 此秋气之应 养收之劳 什么意思呢 前几句秋三月 秋天的七八九三个月 此为荣平吗 荣是事物的状态 平是平地 还能再发展吗 不能再发展了 应该收获 天气已急 地气已明 这就是说秋风一刮呀 天高气爽 属实之气 一扫而光了 我刚才说了 秋天是 阳气开始减少 阴气开始增多 所以秋天人的动作 就相应的 比夏天要少一点 所以他提出叫什么 早卧 早起 早卧就是早点睡觉 该多休息 早晨呢 你还应该早起 早起的时间 是以什么为准呢 他提出的叫 与鸡举行 鸡是一种动物 说我们人的起床 说我们人的起床怎么跟鸡相同步呢 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呀 顺应自然 真正古人眼里认为呀 真正能够顺应自然的 实际上人还不太如动物 因为人这个思想呢 太复杂 特有主见 还不如像动物似的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向动物学习一下 要顺应自然 那么在情治 想法 意念上有什么要求呢 他就很明确提出来这么几句 叫做什么呀 使之安宁 一幻秋行 收敛神器时 秋气平 无碍旗志时 废气轻 让我们的想法 让我们的意念 该收敛的要收敛 我们说就这个四季来讲啊 那已经提出来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意念呀 在春天 应该怎么样 使之产生 在夏天 应该使这些想法 使这些意念怎么样呢 表露出来 外露 到秋天 就应该收敛了 不应该怎么样呢 过多去表露了 因为秋收季节嘛 到冬天 就应该内藏起来了 所以这也是对秋天的一个要求 那么说到这儿 最后我提示一句 我们 讲了这么多肺 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肺呀 我在这里呢 说三点 第一点 就是应该锻炼我们 或者说要训练我们肺的功能 我们可以多一些运动 像爬山啦 游泳啊 骑自行车啊 打球啊 等等 这是在运动 运动是干嘛 帮助我们增加肺活量 增强肺的功能 肺功能强大了 你才能够抵御外邪了吗 那么在这些运动里呀 实际上最增加肺活量的 就是游泳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多去游泳泳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第二个 因为肺呀 我们说 它是煮呼吸的吗 跟外界空气直接沟通啊 所以这个空气质量 对肺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如果有大气雾霾比较严重 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治理大气的雾霾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呀 你比如我们是不是应该少吸一些烟 因为烟对我们的肺的影响是很大的 少吃一些烧烤 在这个厨房里呀 少做那些又煎又炒又烹的这些食品 让油烟少一些 空气质量好一些 也可以使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怎么样 更加健康一些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在这里提出来 适当的寒温 因为这个肺呀 主我们的皮肤 皮肤对寒温呀 是很敏感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手段 去采取刺激刺激这个皮肤 用寒 用热 刺激刺激皮肤 使皮肤的适应性怎么样 增强 耐受力 增大 所以你看有的 有的地方怎么样呢 这是温泉 温泉旁边可能还一个凉水池子 这是干嘛呢 让你泡完温泉 进入凉水池子 进行一个调节 刺激一下 另外 对于这个寒暑之天 我们应该避一些热 寒冷之天 我们要避一些寒 夏天太热了 可以适当的调节调节 吃一些西瓜 避一些热 那么冬天太冷了 我们也应该可以适当用一些暖气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能太过 要记住 内经一再强调 生病起于过用 不可太过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 要适当的寒热 那么这样呢 我们也希望 经过锻炼呢 使我们的肺更加健康 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也更加的严格 不让外泄侵犯到我们人体 使我们人体 有一个健康的提破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